我前兩週有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利用228年假的時候寫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里程雷台賽的部分呢 就是中線ANA 你如果是要累積ANA里程的話 你到底要辦哪一張卡比較好 像這張卡片其實是在今年年初推出來的 那很多人都在問我 包括說我們的那個Martini書先生 他問說這張卡片到底要辦法辦 那我一開始跟他講說 因為他要繳免費所以我不建議申辦 對所以他就覺得說好啊那就這樣 但是問題是後來當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有一些人的分析出來 好像有使用他的價值 如果你搭配的萬珠蓉卡的部分就還不錯 那就引起我的注意 所以我就特別再去做一個表格來做整理 然後跟大家分享 所以到底哪一張卡比較好 其實我在這邊可以簡單的跟大家用兩分鐘的時間 兩分鐘的時間趕快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表格 如果你們有看文章應該都知道 如果你們沒有看的話很簡單 你們今天賺到了 因為我用簡單的說法就讓你們去了解 如果你以年費來看低一點的話 其實年費比較低的當然勝出 所以說其實這個華南的美賺世界卡 其實三千塊年費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不用付出6000 沒有那麼高的年費 交易上 那他的手刷裡的部分呢 你可以發現說他只要刷一萬塊 就可以拿到一萬點的華南紅利點數 那如果你搭配這個所謂的萬珠蓉卡 最多可以拿到33330的這個MA 它是你3比1去做兌換 所以一萬塊除以一萬點除以3就是33330 這個等於是刷一萬塊可以拿到33330的MA 還不錯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我們自己本家 這個MA正統的聯名卡 他自己本身的話 提出來的over就比較好 就是他要刷12萬 然後最高可以拿到1.3萬點的MA 就等於是比這個還要大概多了1萬點左右 這個也算是不錯的 如果您自己本身是真的想要累積AMA底層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到手刷裡的價值 其實是-66010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蓄卡裡 一樣蓄卡的話他的年費 手年年費三千 蓄卡裡的年費也是三千塊錢 但是他送你的一樣 就是送你33330 就是送你一萬點紅利點數 所以他這個基本上是沒有縮選 那中性AMA的部分 他自己本身次年的免費就是比較高一點 他就是設了一個門檻 如果您自己已經習慣使用這張卡片的話 想要再繼續使用 你就要付出比較高的這個費用 然後這是他們最近還蠻賤的部分 但是沒關係 因為他給的優惠也其實沒有很差 就是七千里的對不對 也還OK 對 所以我個人覺得他就是 你假八千塊再拿七千里是敗敗的 再來的話就是 大家最喜歡的就是電子票證的部分 如果您自己本身是不想要 就是一堆信用卡在手上很麻煩 那你到處可以考慮就是 使用這個中性的AMA 因為他可以附加又有卡 或是iCache都可以 那這個我們的黃南美傳世界卡就沒有了 黃南美傳世界卡是有附加的 那再來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所謂的吉利比例 吉利比例的部分的話 這個各有優缺點 就是 黃南美傳世界卡他自己本身經過 就換算他的國內是48.75元 LA-160 就是國內同利私貝 台外同利口味來去做計算 那如果您自己本身是 比較常在刷國外的話 我覺得你就可以考慮AMA 中性AMA卡 因為他是海外十元一年 是非常棒的這個混潰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這樣比較下來 你就會知道說其實這個AMA 它給了正統的這個聯盟條 它給的會是比較高一點的 最後的部分就是說 這個信用卡呢 提供所謂的額外的附加回饋 附加權益的部分 那像美傳世界卡的話 它基本上沒有給你特別的 額外的機場接送 就是機場貴賓室之類的回饋 就是比照他們一般的頂級卡 華南的頂級卡這個門檻 其實沒有特別的好 但如果你是使用NA機制卡的部分的話 它會送你一年四趟的這個機場貴賓室 跟一年兩趟的機場接送 這都算是比較好的部分 那市區停車權益的部分的話就是 它是以前一月新增消費2萬 或者是前三個月新增消費10萬 或者是從現在起往前算12個月 你有刷到60萬的部分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市區停車一天兩個小時 然後一個月最多好像是停10次的部分吧 就是跟去年比還是有少一點點 但是其實還算是OK 那一樣就是海外旅瓶險的部分就是有1000萬 然後全程意外險大概就是1000萬左右 都不錯 那最後就是它有一個ANA專屬的一個會 比如說你用ANA黎明塔 你在機上購物可以打九折 或者是在他們ANA FESTA 他們自己本身的那個機場的 特約的那個所謂的販售店免稅店 一樣都是可以打到九折的部分 我這個還不錯 我如果去日本去東京的話 我一定去找這個ANA專輸的這個所謂的 他們的這個免稅店一定都去那裡 一定是刷我的ANA卡 因為可以拿到公共的免稅這樣 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商用商專輯報告對台 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所以我希望就是這個表格看完之後 大家可以很明確去做選擇說 到底你要的是低年費 還是你要的是要有這個機場 這個航空公司的貴賓權利 你可以自己去做比較這樣子 那這部分的話我就不會特別跟大家講說 這兩張卡比較完之後你就一定要選這張卡 我一定要選這張卡 對這個還是要看你個人的情況做選擇 下公司謝謝你的讚 所以我希望這個比較完之後 大家就可以很明確的去知道說 你到底要選哪張卡 可以讓我選擇 你看看 我